李渭这位历史上显为人知的人物 因为一部电视剧《李渭当官》而为人所熟知 令人惊讶的是 原来李渭竟然是雍正时期的四大宠臣之一 与肩膀头、年庚瑶、龙科多、田文静 以及张廷玉等名人地位相当 雍正皇帝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君主 以铁腕和惊人的工作 热情整顿大清国的官僚体系充实国库 然而 后人却更多记住了他的败家儿子乾隆 康乾胜是这句话 似乎让人忽略了雍正的许多功绩 与雍正一样 李渭也是一个低调的秦官 他在云南整顿私眼 修复浙江的海棠 强化治安 掌控江南的财政 打击贪污腐败 受到雍正的赏识 在短短十年间 从一名普通猿外郎 晋升为浙江总督 身居一品高官之列 然而 李渭并非通过科举进入师徒 甚至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 他是凭买官开始自己的官场生涯 作为一个来自江苏丰县 富裕家庭的子弟 李渭早年进入私塾学籍 虽然实质甚少 却因家境富裕和朝廷政策 得以通过买官成为兵部员外郎 这个起点非常高 让他直接步入中央机关 两年后转任户部郎中 郎中一职 在官职体系中位于侍郎之下 相当于当今私局机关员 这个职级对许多人而言是望尘莫及的 但李渭却在短短两年内轻松晋升 在任户部郎中期间 李渭做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 成功引起了雍正皇帝的关注 户部负责全国财政事务 作为郎中 李渭直接负责库银管理 当时有一位王爷 利用自己的身份私吞小金库 每一千两水款中 他要抽取十两作为私库拼银 历任郎中们通常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得罪王爷是得不偿失的 然而 李渭不甘心忍其吞声 他在走廊上公开张贴某王贪财字样 这等于当众点名批评 让那位王爷颜面扫地 从此再也不敢私吞库平吟 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的雍正皇帝四爷的注意 他静静地点了点头 这位年轻人可素性极高 1722年 雍正继位后 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李渭 起初任命他为直立一传道 相当于现今北京天津邮政局长 但在李渭未上任之际 雍正便改变主意 认为让他担任邮政局长有些大财小用 于是将他调任为云南延武道 在古代 延税是极为重要的税收项目 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由于延税利润丰厚 历代都有人私自贩卖延 如朱元璋的对头张石成 动摇大唐基业的皇朝 都曾是大型私盐贩子 贩卖私盐者 往往是当地的权势翘楚 横行黑白两道 缺乏一定实力 就难以掌控这门生意 私盐盛行将直接影响国家延税收入 这是与国家争夺收入的严峻挑战 君主们通常会把打击私盐贩卖 列为当务之际 在清朝 特别是管理相对薄弱的云贵 两广地区 私盐交易猖獗 因此 雍正登基后 立即派进李渭前往云南 专门负责打击私盐贩子 1724年 李渭开始晋升 出任云南部政史 负责财政税收和实盐专卖 兼任云南省的次要领导 主导全面经济工作 这表明李渭在打击私盐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大清的税收 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雍正提拔他为部政史 1725年 李渭再次晋升 担任浙江巡抚 成为全省的最高领导 随后一年 他又回到之前负责的领域 兼任两支盐政史 专门打击两支地区的私盐贩子 在清朝 全国划分了多个盐区 这盐区供应浙江 江苏 江西 安徽四省 但靠近两淮盐区的居民 更喜欢淮盐 因为浙盐价格昂贵 私盐贩子敏锐的捕捉市场需求 迅速将淮盐运至两淮 导致这盐销售受阻 李渭上任后 采取了擒贼先擒忙的策略 重点打击当地最大的私盐贩子沈家 并在镇江附近加强巡查 以防止两淮丝严流入浙江市场 1727年 李渭晋升为浙江总督 成为九大总督之一 在短短五年内 李渭一路晋升 从一个无名小卒成长为大清国的重要官员 在当时依靠科举晋升官职的时代环境下 这样的晋升速度十分罕见 那么李渭之所以能够得到雍正的赏识 原因何在 答案在于他的高超情商 每位学者常带有一些保守的特质 因此出身近视的人 通常需要在汉林院磨练几年 学习社会交往的技巧 了解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社会人 然而李渭本身却并非近视出身 他善于观察言行 灵活机制 作为军官出身 家境富裕 不需要通过贪污受贿 谋取财富 因此在官场上自有傲力之资 这些品质都深得雍正赞赏 作为雍正的得力干将 李渭不仅担任浙江总督 还是雍正的得力助手 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时 他总是能力挽狂揽 当时江南地区犯罪猖獗 一些反清复明的势力抓住机会 在犯罪活动中组织起来对抗清朝 雍正任命李渭为江南七府五州道案总负责 负责巡查道案 李渭一生中主要从事两件大事 一是打击私言 另一则是侦破盗贼案件 雍正曾称赞李渭为都府中最善于侦破罪案的人 其他官员应该效仿 1729年 李渭调任兵部尚书 后代理刑部尚书 最终出任直立总督 北宫认为九大总督之首 在雍正统治的十三年间 曾帮助他登基的重要官员 如龙克多 年庚瑶 田文静等相继被处置 而李渭却保持地位稳固 这主要因为李渭出身低微 虽然后来升至总督之职 但所有荣耀都来自雍正 他没有背景知识 没有派系势力 也不构成对雍正的威胁 自古以来 人们都知道朝代更替 新皇上新官员 乾隆登基后 对待雍正时期的一些老臣进行了调整 比如张婷宇多次请辞回乡 这激怒了乾隆 但是乾隆对待李渭却颇为器重 继续委派他担任直立总督的职务 在1737年 因为成亲王府的护卫库克 与当地村民发生土地争端 此事上报乾隆 乾隆让李渭处理 李渭公正处理此事 赢得了乾隆的表扬 并受刺穿着四团补服 当李渭兵倒时 乾隆还特地派乾玉衣前去诊治 1738年 李渭去世 享年51岁 乾隆下令按照总督级别的标准安葬 秉次氏号敏达 这个氏号 可以说精准地总结了李渭一生的事迹 至此 李渭的一生可以说是辉煌满满的 他经历了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 从一个普通官员 一路晋升至直立总督 可谓是人生的经典逆袭故事 然而 在李渭去世后不久 一件小事改变了乾隆对他的看法 乾隆喜欢游览江南 在李渭逝世后 他再次游览杭州的西湖 在一个庙宇中 乾隆看到李渭夫妇的神像 被称为湖山神威 这一发现激怒了乾隆 作为一位伟大的天子和实权老人 他的文职武功 盖过三皇五帝 却没有神威供奉 相比之下 一个小小的总督 竟然有神威 让乾隆感到不悦 当然 这些是乾隆内心的想法 他不能公开表达 他只能说 李渭有何功绩 难道不是我父皇照顾他 太过分了 他并非清廉之人 竟然树立神像 实在令人生气 随后 乾隆下令将李渭的神像 推到焚毁 有人认为 大清王朝的覆灭 归咎于乾隆 这种说法 其实并非毫无道理 李渭之 所以在庙中有神像 表明他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显然在当地 为民众做出了实际贡献 若是李渭强行设立神像 即便没有乾隆的干预 他离开浙江后 民众也会毁掉神像 一个明治仁厚的君主 若发现此事 必将给予褒奖 而非嫉妒和愤怒